原标题,马杜罗称,愿意反对他开启对话参考消息往1月26日报的外媒称,美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月24日表示,愿意接受墨西哥和乌拉规政策23日提出的建议。 愿意反对派开启新一轮对话。 据爱卑社1月24日报道,马杜罗的最高法院发表讲话称,墨西哥政府和乌拉规政策,建议发起一个国际倡议,以促进委内瑞拉各房开启对话。 我表示同意。 23日,墨西哥和乌拉规发表共同声明,呼吁委内瑞拉为复杂局势寻找一条和平民主的出路。 这份通过乌拉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指出,乌拉规和墨西哥政府共同呼吁,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相关各房,共同缓解紧张局势,避免暴力升级,导致局势恶化。 马杜罗还表示,已经获悉两国的建议,但并未透露两国,是否自建从中斡旋。 报道称,马杜罗政府曾与版对台从2017年底到2018年初展开谈判,但无果而终。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撕毁最初协议,为内瑞拉总统马杜罗,组医院24月在委最高法院出席活动,路透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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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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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